球员高举苦茶子投降 随之对手就拿出了自己的内裤 命男人给自己脑花篮套上 有几十岁的人了 你看你多贱 你没尊严 我不想看着你 快点戴上你 然后去看医生 此时小师弟已经被对手打得吐白磨的了 其他师弟正在造成更狠辣的毒打 大师兄强言欢笑 接过苦茶子 二话不说将苦茶子套在自己的脑花篮上 看到大师兄被人如此戏弄 师弟们哥哥悲愤不已 可即便这样 达叔仍没有出面阻止 因为在他的眼里 真正的球场就是战场 而达叔找他们组建的足球队 就是想将黄金右脚的足球技法 倾囊相授 但是这六个人却他们毫无斗资 当大师兄得知俩人来找他踢球 跪着祈求阿星放他一条生路 他宁愿过着洗马桶的生活 也不改行踢球 阿星见状 只得带着达叔找上了二师兄 谁知二师兄却愤愤不平地拎起菜刀 直接把俩人赶了出去 而三师兄则是起上二八大杠 弹着一秒钟几十万的业务 听都不听就拒绝了俩人 我靠你当了什么 我一秒钟几十万剩下 无缘无故给你们几个废物去踢球 随后四师兄小师弟儿无一例外 全都拒绝他们跟大叔踢球 就在俩人以为组建足球队就这么地的时候 师兄弟儿看着往日练功的照片 忽然幡然醒悟 毅然决然要跟着大叔一起组建少林足球队 为了这六个人真正了解到足球场上的残酷 大叔专门找来街头的气球足球队进行切磋 但几个人上来就照着阿星他们 刮刮刮刮以刮刮是心仇就恨一顿猛揍 阿星紧忙让大叔吹哨阻止对手 谁知却被大叔直接亮红牌发泄场 你疯了 这是一个考验 如果他们连这一关都过不了 以后就不要再说踢球了 这不过是踢球 你以为打仗吗 跟这样的比赛 就是打仗 果然 就在对手肆意嘲笑大师兄投顶苦茶子 毫无尊严跪地投降的时候 天空突然风云突变 波爵云鬼 而球场上的师兄弟彻比觉醒 六个人瞬间在球场上众神归背 各显三通 这时对手首先向大师兄发起进攻 大师兄直击一个灵魂一百八度短体 用那个老铁头弓脑花脸压包对手的杜囊阿放 接着他就翻转两周半 夸扎一脚将足球踢上头顶 嗚的一些 精准地将足球传给二师兄 二师兄无力先接到了足球 叉叉叉叉叉叉 使出旋风地挡腿 使对手无法进身 然后一招托马斯大回旋 将球踢到了半空 对手们赶忙脱掉球鞋 甩到半空干扰足球 阿星直接一踢回旋踢 一脚把足球连同对手的球鞋踹向球网 球鞋是堵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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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堵的 洒加了对手的大胸砍 而足球呛当一下 扎弯了门柱 稳稳的镶嵌在上面 对手见状 纷纷跪地请求大叔组队收别 至此 少林足球正式成立了 嘻嘻嘻嘻 zoom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